魏力之子 都要看這一馬出集又如何 一隻關聖靈聽一隻魏力之子 全部馬不準備堕堂十一場三番千四 十四號大熱關聖靈聽 準備 好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的馬見到大外蕩有勇化神 中間關聖靈聽都走前些 再見到埋便百威特務 內蘭綠色衫巴基小子都快 再見到外面有老友威威 中間首席 追出還有連利進補 內蘭魏力之子馬林 中間金太陽淺藍衫 中間夾著還有紅海灣 和這隻當代沙皇 尾三才見到這隻 漫馬飛騰斜入內蘭紅衫 尾指位置未好家園 暫時包尾就是他的比卡超 轉彎的時候 前面就是這隻勇霸神驅 自己放 見到第二位的馬 外面就是這隻慣性靈聽 後面第三位 亦都慢慢上了多少 有內蘭位置 這隻巴基小子 亦都上了來 後一點的馬 先見到第四位 外面老友威威 內蘭位置 魅力之子 中間是百威特務 內蘭上的紅衫 還有這隻漫馬飛騰大外蕩 連利進補馬林中間 就是這隻紅海灣 鬥到最後300米路程 前面透出的馬 就是這隻慣性靈聽中間 前面勇霸神驅 兩隻馬 在鬥中 再見到後面 進佔第三位的馬 還有萬馬飛騰上來 裡面位置 巴基小子 最後100米 慣性靈聽 一路押著這隻 勇霸神驅外面 萬馬飛騰接近 第一名 就是慣性靈聽 第二名 外面 萬馬飛騰 第三位入面 勇霸神驅 結果都是跟在前面 其實這場馬 斷速應該是相當快 不過就搶在前面 守住內蘭位置 入彎二出來 二踏就是慣性靈聽 星班教程一樣 贏 蔡約翰 吃回美虎 翻聖靈聽 一路以來都是十九 二十 那樣的 飛都完全沒有退過 連贏位 很重飛的萬馬飛騰 上來了 回到Q 勇霸神驅第三 第四 看看可以變成比卡超 還是賣變成巴基小子 四搭十四的連贏位 是大熱Q收場 69元 通常爆到嘔的 都是大熱Q收場 這隻馬今天 其實看達少 捉得他都頗辛苦 原來放得這麼快 很快的 這場馬放得很快 你猜他這場快 還是季初那場 阿柏寶放那場快 我看都差不多 我都記得都是二十一秒 四 五十三四 這場更快一點 這場應該是 快一線嗎 快一點 應該是 那場都不慢 其實這隻馬的分數 我很喜歡這隻馬 因為他一路差一點又差一點 總之我又找不到什麼原因 是不是有些東西卡 所以對他都開始冷落 現在又先燃點回去熱情 今天不是太多馬燒他會好一點 暫時 他在澳洲也是這樣的 這場都算是自己帶 因為慣性聆聽不會迫你的 早段一定不會 雖然做時間快 但你自己一直在前面 沒有馬拍著 然後看看那隻比卡超 入席路前脫節 我記得過終點的時候 抄名次 一號第四名 誰走上來的 好像剛才不太覺得 他真的不太覺得 他轉得太多位 轉到多少位 中間那麼多位 他今天都不夠膽 在那些中間搏 由愛 再走過來 很厲害 蝕蝕地 蝕很多 不是蝕蝕地 在高空角度 就更加看得到追势 其實也查詢到他 原來有兩套指示 蔣家麒說出閘快 就說放在前列 但出閘不夠快 就切入順其自然競爬 他覺得馬出閘一般 他在早段不適宜趨責 坐期居於前列為止 就在馬群後切入 所以就在中段落後 但小祖我告訴他 解釋了報告 但其實過了600米 他應該已經要趨拆坐期 追近馬群 不可以太遲才追趕 有兩套指示 第四名採 真的上來過 真的 分離時間頭 13秒54 第21秒4 第3連22秒84 末段23秒07 總時間1分20秒85 何謂出閘快 即快到去到五六位 這隻馬很難做得到 至於前列 你都不可以是後面那一段馬 而跟到前列 如果我是練馬師 我這場馬只給了一個指示 只要遇到這隻馬 一定是倒退 不過你在中途 如果被人帶得太脫 你應該好像剛才競賽小組 說過 跟前一點 不能脫節 你跑過這隻馬 阿妹 你應該知道 你如果第一次跑 你可能不是很熟 因為他之前跑過 因為他之前跑過 這場就 剛才澤哥問過的問題 哪次放得快一點 原來這次 达少抓住這樣放 他放得快 他放得快 即是拍寶放那次 整個四線幾 這麼厲害 原來很多 那次58秒36 現在57秒88 抓住 即是這隻馬只要他 弄得回一些東西 回來了 這隻馬差不多 這些分不怕 69分 他贏了坎培拉堅尼 雖然是表列賽 都不止於內幾分 而且都是斷斷快放贏 他也是這招 不過尾場 幸好莫尼拉都贏到 這隻慣性聆聽 拿回足夠分數 做今天的騎士王 1號騎士莫尼拉 拿到38分 第1號馬提牌 1946220元 有1556976元 多保累積去7月10號 第1號馬提牌 第2號馬提牌 233129元 第3號馬提牌 7702元 3T沒有人中證獎 安慰獎收27477元 將會有6709473元 多保累積去7月10號的3T採持 三保派727元 安慰獎派472元 六環採派5,646元 六保獎派74733元 第4號馬提牌 第4號馬提牌